現在交到配備鈴聲的上模具拆除 首先我們先按一次半自動的啟動 那模具定位之後 將電源關掉 關掉之後將膠模型剪斷 將模具上的膠模拉開 拉開之後我們再將電源線把它拔除 拔除之後 在機的左側這裡有個三點左右 你將器也調到零 調到零之後 那個上模具你再往下壓 或者它會自然的落下 漏下之後我們將感溫加熱線煮把它拆 拆掉 再用 反手將模具的上方有兩顆螺絲 這樣其實放鬆 螺絲放鬆之後我們將三點阻耳器進一點上去 螺絲放鬆之後我們將三點阻耳器進一點上去 螺絲放鬆之後 螺絲放鬆 擅截 交鬆 擦桿器 dando上面這一組會跟模具拖離 脫離之後我們可以將模具拿出來 將這拆解了它 拆解了上模具 拆解上模具之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模具的中間部分你可以看到內壓板以及它的尺刀 像一般尺刀過後我們建議客人用美工刀順著尺刀刮 將尺刀上面的一些膠質的東西把它刮乾淨 外側也可以把它刮一下 刮好之後我們會順道用膜布 將中間這兩塊這個兩塊就要內壓板 我們可以將內壓板大致的清潔 如果是你在使用時把模具拆下來內壓板照理說還是熱的 所以我們要小心點擦 擦好之後我們現在將模具裝回 一樣照剛才一樣 將模具裝回 圓盤上 大概做一下對模的動作 所謂對模就是上模具跟下模 然後跟原版的模具要符合我們可以用左右 還有中間下去摸 我們要是整個切齊的話 我們可以抓個大概值 對好之後 將導感器材上面的兩顆螺絲 一樣氣氛把它放到零 然後將導感器讓這一組往下壓 然後將導感器讓這一組往下壓 將兩顆螺絲 螺絲 螺絲 再用板掃將其鎖緊 再用板掃將其鎖緊 鎖緊 收好之後 將電熱模組 接頭把它接上 接上之後 我們先接一點氣氛 你不用進到6公斤的磅數 我們只要先進一點 大概1到2就好 然後我們看它模具會往上升 上去之後 我們再插上電源 然後將電源打開 打開之後 打開之後 我們一樣 按一個啟動 電源之後 一樣的氣氛開掉 一樣的把氣氛關掉 再將模具組往下壓 看第二模它是不是也有對準 那如果有對準的話 再將氣氛轉到 我們之前用 還沒拆下之前6公斤的磅數 這樣就完整的模具拆解 清潔